读野史的趣味在哪里 以前我们分享过相关的 还要拿出来 尤其首先跟大家理证一下观念 做参考 第一 历史真的是历史 很多正史啊 那都是 当朝皇帝 所写的甚至写的之前的总结的 那如果很长远也就罢了 如果很近代 你本身尤其开阔皇帝 都是造反来的 你有些东西全都对吗 不好说 很难去很公正的去评本 即使我们最伟大的诗学家司马迁 他也不敢什么都写吧 哪怕他要 让后人知道 也要写得很隐蔽 很多人根本都不理解 更不要说他心底所想 不能写 完全不能写的部分 而且前朝的 很早之前的就算 如果跟你做过很像的事 那个皇帝不怎么样 你敢写 我们就算说是历史 一定都是真的 以恶传恶 也有啊 而且很多 不知道的事情 传一传就丢失了 压根就没传出来 一定也很多 那怎么办 说浪费了 当然是 那你说传 什么都传 知识不断地增加 好吗 所以 先保留悬念 也是也不一定 什么都好 但是 一定也有他的道理 有用之处 在哪 我们中国人 都喜欢听小道小学 跟你表面说出来的这一层 寒暄 都是给大家看的 面子上过得去 你心里想的 那才是真的 所以 为什么想听野生 眼睛真话 这也是一方面 还有很多是 证实所不能见的 那么 家庭的一些琐碎 你关上门 一些私事 要不要写进历史呢 大家都是 肉掌的 也都有人的正常七情六义 你说 那些房事 你也拿来写 是不是太一笑大方了 那难道皇帝宰相就不能了 要不要人 繁育后代 其实真正坦荡荡的人 即使 被人发现了 他也 没什么 因为你做的还不如他好 当然 我们 中国人还是讲文化的 适当的要包装 你即使古代 也拿一个书页来当哲学伙 不就那点事吗 一定要说嘛 都知道 你说什么呀 有些人老是爱往下道去想 如果是这样去挖掘 也是 那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第二个 历史都是鬼故事 我们开始延伸了 那都是死人的 你说是 前车之鉴 没错 那你见的是什么 三国志跟三国演义 哪个重要 现在知道三国志的人很少 但就影响他的 传播了 影响他真正的家人 有一些考古学家 学术研究家 从事实的角度 去探讨一个 人性 可以理解 但是你没有把它上升到 真正高的 艺术 你看为什么很多作者 都把名字归功于名人 他就为了自己能名垂前后 那如果写的不好 能垂吗 所以他一定是有意义的部分 你管他这个人是谁 第三 历史跟演义哪个重要 一定是演义重要 演的是义